珍贵的回忆,70年代农村吃饭老照片,你是否还记得这些? 如今朋友,同学聚会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真不知道要吃什么,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的今天吃什么,却成了让人发愁的事情殊不知。 将历史向后看30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里,人们吃饭是这样的那时候,远亲不如近邻孩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左邻右舍,比亲人还热情今天这家有鸭让你来,一块明天那家有鸡,让你尝一口就是这样的相亲相爱。 一年四季,无论是早中晚饭家家户户左手端碗,右手拿着家咸菜的窝窝头边走边吃,或是坐在门口的空地上,和大伙聊着家长里短,或一闻去是村口的小黑狗,看到堆着饭路过的人们一路追随,想逃点吃的村东头老刘家的女儿,抱着大海碗,在墙边吃的,正是有二在那个物质品, 罚的年代零食没有那么五花八门蔬菜,也还是卫生,无公害饮食,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吃饱穿暖。 已是理想那时候,吃顿饭还能串好几家门吃饭,好像不单单是吃饭,还是一种增加灵力兼感情的方式。 那时候,人们不讲究一碗捞念条,一个小时等一吃溜,吃溜,的吃掉就是一种幸福。 我们总说,现在幸福感很低那时候,能吃上一次鸡蛋,或许就够孩子们高兴上好几天了。 大人舍不得穿新衣,总是夜晚点着灯给孩子们缝制衣物那时候,家里孩子多饭菜都抢着吃他们经历过艰苦的春秋,更加懂得什么叫粒粒皆辛苦那时候。 一家人吃得清贫,但热热闹闹,而现在,饭菜变好了可那时候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大家都过着本色朴素的生活没有那么急匆匆的脚步没有那么多花花绿绿,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质朴那时候全村可能只有一步固定电话孩子们,不懂什么,是iPad不懂什么是游戏机弹球,跳方块,捉迷藏是他们最喜欢的项目。 一兆级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能聚起过去的人们或许没有见过大世面但是他们懂满足,懂分享,懂生活在平淡的日子也能开出花来绿史的车轮,总是要滚滚向前的饭场的消失时也。 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无奈那时候没有高楼大厦锦衣玉食,但那个年代却成了无比珍贵的回忆那时候饭菜很像日子,很甜有同感的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